多好同学你们好 我们下面接着来看第五个考点 销售百分比法 实际上也就是预测资金需要量的一种方法 那么预测资金需要量呢 我们实际上是利用这个会计横等式 因为在我们财务管理里面 我们是管资金的啊 你像我们对于会计横等式的话 统一的报表是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的权益 然后我们也前面介绍了管理用报表 就是净金资产是等于净负债加所有的权益 也就是百分比法 你可以利用传统报表 也可以利用管理用报表 不过我们这本教材是基于管理用报表 那么按照管理用报表呢 我们是假设企业的这个金资产 金资产负债占收入的比是不变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净金资产的周转率不变 那既然净金资产周转率不变 我们把净金资产呢 因为在我们财务管理里 它以为是资金占用 对吧 也就是我们这些钱干嘛去了 占用在各项资产上 而这个净负债和所有的权益 是资金的来源 那既然你告我净金资产 占收入的比不变 我们根据G7的数据 我们可以把净金资产 占收入比得到 然后你给我一个预计收入 我就能够预测出 未来的净金资产的数额 也就是你的资金占用的这个规模 如果我们预计的净金资产 比G7的净金资产多了 那就说明这个企业需要追加资金 对吧 就是你需要更多的要增加你的资金占用嘛 那你既然资金占用增加 就需要这个筹集资金了 那么对于资金的这个筹资的这个渠道呢 首先大家知道净负债是等于金融负债减金融资产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考虑资金的来源的渠道的时候 我可以首先利用金融资产 对吧 因为在我们财务管理里 我们认为金融资产是闲置资金的利用 所以既然你有闲置资金 现在我们的经营性的资产需要投资了 对吧 它需要资金了 那你就把这个闲置资金的这一块呢 可以把它出售来换得资金来源 这是一种方式 另外也可以靠什么 靠借债 对吧 我们可以从外部取得这个借款 那么对于所有者权益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靠企业内部留存 也可以靠从外部来蒸发股票 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可以有四种筹资方式 那么这四个筹资方式呢 按照筹资的优续原则 企业需要资金的时候呢 通常呢 是先考虑内部 那也就是说你既然有闲置的 这个金融资产 那么我们就把它出售 然后这个不够的话呢 我们就靠内部的留存的积累 如果还不够 考虑外部 外部的话是先负债后股权 那么至于多少是负债多少是股权 那么取决于企业的这个最优资本结构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们将来放到第九章再来复习它 在百分比法 在这块预测资金需要量 它可能通常会让你预测 需从外部筹集的资金 那我们就扣除内部来源 也就是说你这个前两种 可以说是靠企业内部 对吧 而这个增加金融负债 增加股本是靠外部 所以你要看它考试让你求什么 它如果让你求 我们需要筹集的总的资金 也就是让你求融资总需求 它并没有问你外部或者是内部 就让你求融资总需求 那么实际上就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的进金资产的增加 对吧 也就是你的资金占用要比上一年多了 也就是我们原来可能只有一台设备 只有一点存货储备等等 那我们未来移民销售规模扩大 我们需要增加设备投资了 然后我们这个存货储备也要增加了 那既然你的资产增加了 资金占用增加了 就要考虑资金来源 是不是 所以融资总需求就是进金资产增加 那这进金资产增加怎么来确定呢 那一种方法就是用预计的进金资产 减去机器的 机器是已知的 那预计的怎么算呢 那我们刚才谈到了 既然你告诉我 就是说进金资产占收入比不变 那你可以直接拿我们的这个 就是预计的收入 对吧 就是你可以直接拿预计的营业收入 去乘上一个不变的那个 进金资产占收入的比 不就完了吗 所以可以这么来做 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说既然我们的进金资产占收入的比不变 那就说收入如果不变 对吧 也就是我们经常这样 就是某个东西 他如果告诉你某个东西 和我们的稀后收入的比 是一个不变的百分比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收入增长了 那你这个进金资产一定是同比增长的 所以我们在算进金资产增加的时候 既然你告诉我进金资产占收入比不变 那一定是由于收入增长 才会引起我们的进金资产增加 所以你可以直接拿这个增加的收入 乘上进金资产占收入比 来得到你的增加进金资产 或者也可以怎么样呢 那既然你告我二者相比是不变的 如果收入增长了 增长率是G 那你这个进金资产一定要同比增长 对吧 就是分子分母同比增长 才可能保证二者相除的这个比是不变的 所以也可以直接拿机器的进金资产去乘上收入增长率 所以太多方法了 没有什么固定公式 考试怎么写都行 但是就是关键词是什么 如果考试让你求融资总需求 就是你要帮我得到进金资产的增加 是吧 但如果考试让你求 需从外部筹集的资金 我问的是外部筹集的资金 那你要考虑扣除我内部的 可以利用的资金来源 那么内部可以利用资金来源 一个就是我们可动用的金融资产 对吧 因为它是属于金融资产 我们是属于闲置资金的利用 那现在你既然企业正经事 我们经营性的投资需要了先动用 所以这个可动用金融资产 大家放心考试如果要有 它一定是已知条件 对吧 如果是有的话一定是已知的 然后呢 如果这个可动用金融资产不够 我们还要利用内部的积累 那这个流存收益 可以利用的是我 一般来说像我们资产负债表上 谈到这个流存收益 就是我的资金来源 对吧 我们可以靠什么的 靠外部的 比如说我们利用股本啊 资本攻击啊 还有什么的靠内部流存 内部流存在报表上反映的项目 就是未分配利润 还有盈余攻击 这都是属于我们 这个以往的利润流存下来的 所以流存收益 在资产负债表上是一个累计数 因为你每年都有计题的 这个盈余攻击 每年都有未分配利润 所以它的资产负表那个流存收益 是一个累计数 那如果我们要考虑的是 本年可以利用的呢 那指的是当期的利润流下来的 所以这个流存收益增加额 就指的是当期利润里面 流用的这个 就是流存下来的 是吧 所以流存收益增加 也可以说就 就指的就是我们当期的 利润流存的部分 是吧 那当期的利润流存了多少 因为流存收益指的是资产负债表上 那个累计数啊 我们增加的 那就指的今年的净利润 新流下来的 是当期利润流存的 是流用利润 对吧 那这个计算怎么算呢 那我要首先要知道 我当期的净利润是多少 一般来说考试 它会告你我的预计的这个收入 也会告你个预计的营业净利率 所以营业收入乘以营业净利率 一层不就是预计的净利润吗 然后利润里面多少留下来呢 股利支付率指的是利润里面多少支付给股东 是吧 也就是我们谈到这个 股利的分配 一般会涉及三个指标 我们知道净利润 减去支付给股东的股利 就是我们本期的流用利润 是吧 或者你说就是本期新增加的流存收益 那我们的三个数 大家看 股利支付率是什么 股利支付率就指的是 你的利润里面多少拿出来支付给股东 股利支付率 就指的是把这个股利数额除以净利润 那我们的利润留存率呢 就利润里面多少留下来 那就是把你的这个流存的利润 比上净利润 所以很显然这两个率 因为你的利润要么分给股东 要么留下来 所以利润留存率和股利支付率 二者之和是等于1的 所以这个1减去股利支付率 就是利润留存率了 所以净利润乘上 我们这个流存利润的这个比率一乘 那就是我们的本期新流用的利润 或者说就是增加的流存收益 是不是 那么这话一定要给大家提醒一下 就有的同学 你看他在算增加的净金资产的时候 他用增量收入去乘上这个净金资产再收入比 然后再算流存收益增加 他也是拿这个增量收入去乘0 这个不对的 对吧 因为你想你记题 这个法定预计供给金 比如最简单的 我记题法定预计供给金 是按照净利润 乘上10% 对吧 他并不是说按照新增的利润 就比如我去年的利润是1000万 今年的净利润的是1100万 那你想你本期新提的这个营业供给 你是用那新增的利润100万去提吗 不是是按照总的净利润来提 对吧 所以一定是用预计总的收入 就预计总的收入乘上营业净利率 再乘上利润流存率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百分比法的公式 是吧 所以就要注意融资总需求 就是你的净金资产的增加 但如果考试让你求需从外部筹集的资金呢 扣除可动金融资产 扣除可以利用的流存利润 那就是我们需从外部筹集的资金 有的时候他考试啊 他给我们这个销售的增长率的时候啊 他可能会给出你销量预计怎么增长 另外又给出你通货膨胀率的情况 因为通货膨胀是影响价格的 所以考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 那我这个销售收入的增长率啊 是一个符合增长 应该是一加通胀率乘上一加上销量增长率 然后减一 那我们可以理解一下 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知道收入是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个是价格 一个是销量 是吧 如果通货膨胀引起了我们的这个价格的上涨 比如预计收入 就是机器收入 机器的价格批零乘以一加通胀率 然后我的预计的销量呢 是用机器的销量Q0乘以一加上销量增长率 但是我们要让你求的是销售收入的增长率 那销售收入的增长率 我们用预计的这些机器除以机器 所以这样一来 大家看这个批零Q0是可以预约掉的 所以我们的销售收入的增长率呢 就是一加通胀率乘上一加上销量增长率减一 对吧 上是一个符合增长 所以当给我来看一道例题啊 我们告诉你说 这企业本年的收入是5000万 假设金银资产占收入比是60% 金银负债占收入比是15% 那说明净金银资产占收入比就是45%了 对吧 而且两者保持不变 可动的金融资产为零 预计的营业净利率呢是5% 预计的股利支付率30% 预计明年的通货膨胀率是10% 销量增长5% 那我们首先要考虑一下 因为你是要考虑我的收入的增长 因为按照我们的销售百分比法 我们要预测这个 就是有关它的这个融资需求的时候 我们是假设 净金银资产占收入的比不变的 所以呢 我们实际上就要先得到我的 预计的总的收入是多少 那么预计的总收入 因为有通货膨胀和销量的增长 所以我们要考虑销后收入的民意增长率 那销后收入的增长率是 一加通胀率 这是价格的影响 对吧 在层上一加上我们的销量的增长率 然后再减一 这才是你的销售收入的增长率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得到 我们的销售收入的这个增长率了 那么融资总需求是什么呢 是增加的净金银资产 那么增加的净金银资产 我们就可以拿增量收入 去乘上一个这个净金银资产 占收入的比了 对吧 那么增量收入 因为你有机器收入 我们刚才又得到了这个销后收入的增长率了 那你用机器收入乘上增长率 可以得到增量收入 而净金银资产占收入比呢 我们刚才看到 45% 是不是 所以这样一来 用增量收入去乘上净金银资产占收入的比 不就是你的融资总需求吗 就是你增加的净金银资产 是吧 那么增加的净金银资产有了 让你求外部融资额呢 我们要考虑可动金融资产要给它扣除 我们知道T10 还要扣除什么呀 可利用的内部的利润留存 那就是要用预计的总收入乘以营业经历率 再乘上利润留存率 所以大家可以跟我看答案啊 首先我们把这个名义的销售收入增长率 考虑符合增长 对吧 价格销量它的符合增长减一 所以我们增量收入 就用机器收入乘上收入增长率可以得到 融资总需求 就是我们刚才谈的增量收入乘上 净金银资产占收入比 那么外部融资额呢 一定要得到预计的总的利润里面 多少留下来 所以这块呢是一个 我们的预计的总的收入 对吧 是预计总的营业收入 然后你乘上 他给我的营业经历率 再乘上一减股地支付率 那就是利润里面多少留下来 两个一减就是外部融资额了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复习第六个考点 内涵增长率 那么什么叫内涵增长率呢 它指的是啊 没有可动金融资产 而且呢外部融资为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能够支持的那个最大的那个收入增长率 就称为是内涵增长率 是吧 就是外部融资为零时的这个消耗增长率 对于内涵增长率的确定呢 我们一般来说的是利用一个指标 就是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的这个公式 然后令呢外部融资占收入增长比为零去求收入增长率 这是我们书上给的一个第一个公式 是吧 而这个外部融资占收入增长比这个指标啊 实际上大家不需要去背它 如果考试真的要考你外部融资占收入增长比 你就可以根据概念来 就是首先我会利用百分比法 把外部融资额是不是可以得到啊 那么外部融资额有了 那你外部融资占收入增长比 它不就是把这个外部融资额 去除以一个增加的这个消耗收入吗 一除就是外部融资占收入增长比 是吧 所以这个底下这个看起来非常麻烦的公式啊 就是利用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公式 然后把外部融资额除以增长收入推出来的 但这个方法我建议大家没必要去背它 太麻烦对吧 我们实际上呢 教材呢还给了第二个公式 就是公式法 那么这个公式法 它实际上就是利用我们这个方法一推出来的 就通过解放城推出来的 那么推出来这个公式呢 你看它实际上是用预计的净利润比上净金资产 那你注意到这个指标啊 它可不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净金资产净利率 因为管理用报表分析体系 特别强调口径的一致 就是如果你分母是净金资产 那你分子的净利一个一定是税后经营净利 但是我们在内涵增长率这块的净利润 它不是经营净利 而是总的净利润 是吧 它就是净利润比上净金资产 然后乘上利润流存率 然后再除以一减去两个相成 这个是一个推导出来的 就是根据前面的公式推出来的 是吧 但这个公式啊 怎么来记它 其实这个 我们后面要讲可持续增长的时候 两个公式你要对比起来记 可能就好记了 但是我们先知道一下 对吧 而且要注意这个公式 它所用的都是预计的数据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你想我们在利用 销售百分比法的时候 是吧 那你看一下我们要考虑什么呀 比如说预计的营业净利率 对不对 因为你是要得到未来的净利润 还有预计的利润流存率 这都是我们预计的 只不过的就是 百分比法是假设基因资产占 还有基因负债 基因资产基因负债占收入比不变 就这个它实际上是不变的数 但是净利 营业净利率 流存率都是预计数 所以我们在考虑它的内涵资产率 它实际上是基于预期的 就针对未来 是吧 所以我们是用预计的这个净利 和预计的净金资产去比 然后乘上一个预计的利润流存率 分子两个相乘 分母是一减两个相乘 但实际上我们更喜欢让大家 记这个第三个公式 这个公式实际上是我们推出来的一个公式 实际上就是根据我们书上这个公式 你把这个净利润比净金资产分子分母 同时给它乘个营业收入 那大家可以看我们就可以得到 内涵增长率的一个计算公式了 这样就可以指标化了 就是用的是什么呢 预计的营业净利率乘上预计的净金资产周转率 但因为我们是假设净金资产占收入比不变 所以这个无所谓预计了 预计和机器是一致的嘛 对吧 就是都是预计数 您可以这么说 就是三个指标相乘 哪三个指标呢 营业净利率 还有净金资产周转率 另外还有一个利润流存率 就是三个指标相乘 除以一减去 营业净利率乘周转率 再乘上流存率 是吧 因为这是一个推导出来的 是根据我们前面那个 就是外部融资增长比为零 给它推出来的一个公式 所以可能要记一下了 对吧 如果你说我现在还记不住 没关系 我们把可持续增长的公式 说完以后 你再两个结合起来记 那么现在我们先知道它 就利用这个公式 我们就可以推出来 外部融资为零的 这个消耗增长率 另外这个公式 它实际上也可以提醒我们 就是说内含增长率 它是受三个因素的影响 营业净利率 净金资产周转率 还有利润流存率 而且这三个因素呢 和我们内含增长率 应该是同方向变动 因为它分子上是三个相乘 然后分母是一减去减相 是吧 所以它 就是内含增长率 和我们的三个指标 是同方向变动 是吧 有的时候客观 你也会考我们 这个影响因素 我们可以结合一个例子来看 它告诉我们说 这个企业本年的收入5000 然后告诉我们 金银资产 金银负债 占收入比是15% 而且两者保持不变 可动金融资产为零 预计的营业净利率是5% 估计支付率30% 让你求内含增长率 那你就进入内含增长率 取决于我们的三个因素 一个是营业净利率 我们这里面有 还有一个是 净金银资产周转率 那么净金银资产周转率 是净金银资产 占收入比的倒数 你看我的金银资产 占收入比是60% 金银负债 占收入比是15% 那我们的 净金银资产周转率呢 是净金银资产 占收入比的倒数 所以这三个因素都有了 利润留存率是1减30%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 用三个指标相乘 除以1减去三个相乘 对吧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来 内含增长率是8.43% 所以其实这个 虽然书上没有给我们这个公式 但是这个公式很有用 也很好用 要比我们那个 外部融资产比为零 解放程要方便多了 是吧 那我们不仅要会计算 内含增长率 还要会利用这个指标 帮我们去做决策 内含增长率是我们自己算的 然后它通常会给你 一个预计的收入增长 那我们要注意有关的结论 如果预计的销售增长率 正好是等于内含增长 那就说明什么呀 我们不需要败不容资了 对吧 因为我们什么叫内含增长率呢 就是靠我们这个内部积累 就是外部融资为零 实际上相当于就是利用你的流存 所积累的资金去满足这个收入增长 那你的未来的预计的收入增长率 就是内含增长率 是靠我的内部的资金来源 是完全可以支持它 不需要外部融资 但如果预计的收入增长率 超过了内含增长率 那就说明靠我们内部 这个资金来源是不足以支持的 就必须要借助外部融资了 所以这时候外部融资额是大于零 需要追加外部筹资 但如果我们预测 未来稍后增长率放缓 是小于内含增长 那就说明且资金有剩余 你所算出来的外部融资额是负数 负数就表明不需要追加资金 还会有资金有剩余 那既然资金有剩余 您可以去考虑给股东分红 或者是做一些短期的 金融资产投资都可以 是吧 那现在我们可以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实际上就是要注意一些有限结论 是吧 他告诉我们说 如果企业销后增长的时候 需要补充资金 那么这个实际上就给了一个前提 就是我们未来的收入要增长了 对吧 那么还告诉我 假设美元销售所需资金不变 这美元销售所需资金不变 在我们财务管理里面 资金占用是净金资产 对吧 这个美元销售所需要的资金不变 就指的是净金资产 占我们的销售收入的比不变 这两个一除不就是美元销售所需要资金吗 对不对 言外之意就是净金资产占收入比不变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这个企业的实际增长率 比内含增长率高 那么就说明什么呢 我们需要借助外部融资 那既然你要借助外部融资 那么你的外部融资额是正数 是吧 那你除以这个收入的增长额 那就是为正的 因为我们现在前提是我们销售要增长了 就是我的收入是增加的收入是大于零的 那么你增加收入大于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这个外部融资额 也是正的 是需要追加资金的 所以二者相说就是正 但如果你的实际增长率是低于我们的内含增长呢 我们就不需要借助外部融资了 你的外部融资额为负数 那既然外部融资额为负数 就是资金有剩余了 所以这个外部融资除以增长的时候 那就是为负了 那我们还刚才讲了有三个影响因素 影响内含增长率有营业净利率 进金资产周转率 还有一个利润流程率 那么利润流程率如果越高 鼓励支付率是越低的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实际上也就是说 营业净利率和进金资产周转和内含增长 是同方向变动 那鼓励支付率当然就是反向了 因为鼓励支付率和流程率是二者之合为一嘛 鼓励支付率越多 内含增长率越低了 内含增长率低 是吧 那我们的就 鼓励支付率越高 实际上就流程率低 流程率低呢 内含增长率越低 是吧 还有就是如果他告你外部融资增长比为负数 因为我们现在前提是 我的消耗收入是增长 就是分母的增加的收入是为正数 那你的外部融资额为负数 一定是 我的分子的外部融资 是负数的 如果外部融资为负数 并资金有剩余啊 既然资金有剩余 我们可以考虑给股东分红 或者做一些短期的证券投资 所以这是我们谈的一些相应的一些结论 大家注意一下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七个考点 就是可持续增长率的计算和应用 首先我们也是先理解一下 可持续增长率的含义 我们刚才谈的内含增长率是 外部融资为零 是吧 没有可动金融资产 外部融资为零时的那个销售增长率 就是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把企业置于一个非常不利的状态 就是我们明年啊 可能股东 还有债权人都不愿意给我追加资金了 而且我们也没有可动金融资产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想就是这个获得资金来源 只能靠自己的内部留存 对吧 那我们就想问一下你 我们这个靠自己内部留存 能够支持的最大收入增长率是多少 那就是我们前面讲内含增长率 对吧 但是我们计算这个增长率不是说限制你 而是要帮你去决策 如果你预计的收入增长要超过内含增长 我们说就必须要借助外部融资 是不是 那我们现在讲的可持续增长指的是什么呢 可持续增长它的前提是什么呢 是不发股票 就是不能从外部去发股票 另外呢是不改变经营效率 这个经营效率呢 实际上是隐含的两个指标 一个是营业净利率 一个是资产周转率 有点像我们前面讲那个传统路方分析的 那个经营战略 是吧 就是不改变我们的目前的经营战略 是吧 就是经营效率情况 另外也不改变我们财务政策 财务政策呢 在这块是两个指标 除了资本结构 政策以外 还多了一个鼓励政策的利润流存率不变 是吧 就是它这个财务政策不变 它只要指的是不改变你的这个资本结构 不改变我们的利润流存率 那么在满足这些假设前提下 我的销售 所能够达到的最大增长率 那我们给它请名叫可持续增长 是吧 就是不改变经营效率 不改变财务政策 另外也不发股票 我可以支持的那个最大的销后增长率 我们称为是可持续增长 所以这个含义它实际上就是提示我们这个可持续增长 是要满足的五个假设前提 其实这五个假设前提 那我们喜欢用指标来说话 对吧 那么第一个就是营业净利率不变 然后第二个呢是资产周转率不变 另外五 那么这两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谈的所谓的经营效率不变 是吧 就是我们财务管理考试 它告诉你说我们未来的经营效率不变 它主要只是这两个指标不变 另外我们还谈到有两个政策 财务政策 财务政策里面一个是资本结构政策 还有一个是鼓励政策 是吧 所以它实际上用两个指标 一个是资本结构呢 其实我们在推可持续增长的时候 我们喜欢用权益陈数这个指标 因为权益陈数就是权益比重的倒数嘛 那你想权益占的比重不变 那不就表明负债比重不变吗 就是资本结构不变 是吧 还有呢利润留存率不变 就利润里面多少留下来多少支付给股东 这个比不变 此外呢还有一条就是 我们不发股票 也包括也不回购股票 就是外部股权资金的规模不变 那既然你说你不能够发股票 也不回购股票 那企业所有者权益的变化 那就只能靠内部了 对吧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等式 就是增加的所有者权益 你就只能靠增加留存 那我们再来看对于可持续增长力 这个指标怎么来计算它 然后我们已经理解它的含义了 就是它指的是满足 五个假设前提的消耗增长力 对吧 也就说呢 这个收入增长率 我们来看它受什么制约 首先我们在这个假设前提里面 我们有一个假设什么呀 资产周转率不变 大家知道资产周转率 我们的公式分子是营业收入 分母呢是我们这个总资产 现在你既然告我要保证 这个资产周转率不变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收入增长了 因为我们企业的收入增长 它那边是需要靠资金支持的 对吧 就是你要扩大消购规模 可能我们需要增加设备 相应的可能比如说我们存货储备要增加了 应收账款要增加了 就是资产会增长 那我们是二者不变 那就意味着随着收入的增长 总资产要和收入同比增长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结论 就是收入的增长率要等于资产增长率 另外你看我们还假设呢 资本结构不变 资本结构不变 我们喜欢用权益陈数这个指标 权益陈数呢是权益比动的倒数 是资产比上所有的权益 对吧 那既然你要告诉我说要保证它不变 我们刚才已经谈了 收入和资产同比变动的 那么现在我们整个的资金占用 就资产是资金占用了 资金占用增长了 那我得考虑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因为资本结构不变 那我们随着你的资产的增长 你的所有的权益一定要跟上 一定要同比增长 对吧 就是我资金来源和资金的占用 是同比增长的 那我们还假设什么呀 不发股票 因为不发股票 所以我们这个所有者权益的增长 只能靠增加的留存 所以这个所有者权益增长率 就是留存收益的本期增加 除以一个期初的权益 是不是 而这个留存收益的增加 我们在前面谈是你的收入里面 是吧 我们要考虑它的预计收入 有多少是实现的利润 就是你的预计收入 乘以营业经历论 然后再乘上一个利润留存率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留存收益的本期增加额 就是用我们的这个预计的本期收入 乘上营业经历率 乘上利润留存率 分母亲属权益不变 但如果你分子分母 同时给它 我们给它乘上一个期末这个资产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可以推出来 我们书上那个 就是根据期初权益来算 可持续增长率的公式 是吧 因为这个收入比上 这个期末资产 实际上就是我们谈的 期末资产周转率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期末资产除上期初权益 有点像我们的权益陈数的倒数 但是十点不一致 是期末资产期初权益陈数 然后还有营业经历率 还有流程率 所以它实际上是 推出来的这样一个公式 对吧 就是四个指标相乘 哪四个指标呢 营业经历率 然后期末总资产周转率 是用收入比上期末资产的 然后呢 这个权益陈数是期末资产 但是期初权益陈数 然后再乘上一个利润流程率 就是它因为我们算的是 因为你是要推所有的权益增长率嘛 所以分母是期初权益 所以它的就是 只有这个权用的是期初数 所以根据期初权益 就是四个指标相乘 而这四个指标呢 大家可以看 因为我们这个 比如说这个 营业经历率 乘周转率 乘上期初权益 期末资产陈数 这三个相乘啊 特别类似于我们前面讲 那个传统的杜邦核心公式 是吧 我们说杜邦等式 权益经历率 可以分解为三个陈积 营业经历率 乘资产周转率 乘权益陈数 对不对 那你看我们这里就很像 但是呢 要特别注意 它用的不是期末的权 用的是期初权益 所以它其实这三个陈积 这三个陈积 就是传统的杜邦核心指标 但是它是期初权益 本期经历率 然后再乘上一个利润流程 这就是根据期初权益 来算的这个指标 是吧 那我们再来看 也可以利用期末权益来计算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不发股票嘛 有这样的一个假设 所以如果我们是想 根据这个期末权益来算 可出去增长的话 实际上 你看我们用的公式 还是这个 等于说这个推导啊 还是利用的三个假设 周转率不变 那我的收入增长 等于资产增长 资本结构不变 总资产增长 等于权益增长 因为不发股票 不发股票的话呢 我们这个所有的权益增长 是用增加留存 比上期初权益 但是我把这个期初权益 给它变成期末权益 减减增加留存 然后分子分母 同时处以期末权益以后 那就是用增加留存 比上期末权益 分母是一减去 增加留存 比上期末权益 而这增加留存 比上期末权益呢 我们实际上 就和刚才一样 因为增加留存是 营业收入乘上 三个指标成绩 你如果分子分母 同时给我 成个期末资产 所以就可以分解为 四个指标的成绩 就是增加留存 比上期末权益 就可以写成 期末资产周转率 对吧 然后这时候权益成数 就是用统计的了 就不是期初权益 期末资产成数了 就是期末的权益成数 然后再乘上 营业经历率 乘上利润留存率 而且这三个指标的成绩呢 那就是我们传统的 独邦的核心指标 权益经历率 我们说权益经历率 可以分解为 三个指标的成绩 营业经历率 还有我们的资产资产率 还有权益成数 是不是 这是一个 有关的这个推导 是吧 那么这个推导 并不让大家去背 而是要理解 理解以后大家看 我们根据期末的股东权益算 可持续增长呢 那其实我们就很简单了 就是拿四个指标相乘 除上一减去四个相乘 然后这四个指标啊 有三个指标 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传统的杜邦的核心公式 就是权益经历率 是分解为营业经历率 乘上资产周转率 乘上权益成数 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看啊 也就是说我们 如果是根据 就是考试 他要是给的是 期初的股东权益 我们实际上 就可以直接是 两个相乘吧 就是相当于是 期初权益 本期经历率 乘上利润留存率 对不对 但如果你给我的 是期末权益 我们就要考虑用 两个相乘 除一减两个相乘 一般来说 考试考的比较多的是 根据期末权益来算 但有的时候他考试 比如说也是 特意给你的期初权益 那你说 我们用哪一个公式呢 其实你如果你说 我不想背那么多公式 我就背这个 根据期末权益来算 是吧 因为特别是 主观题考核 他考的比较多的是 根据期末权益来算 可持续增长这样的 如果遇到了这个 考试特意给你期初权益 那你就记住 因为我们可持续增长 是不发股票的 既然不发股票 那我的这个期初期末权益 就差一个什么呀 就差一个 我们这个增加的 这个留存收益嘛 对吧 就是你的期末权益 减去增加留存 就是期初权益 其实这两个公式 可以互相推的 这是我们谈的这个 可持续增长率的计算 但这个可持续增长 实际上是基于传统报表 对吧 那么如果要是考试 他给的是管理用报表 给了管理用报表 让我们算可持续增长 实际上不论是传统报表 还是管理用报表 我们最终算的 可持续增长率 都是一个数据 为什么是一个数据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 我们推的时候啊 这四个指标 其实主要是为考虑它的影响因素 是受的四个指标影响 但实际上我们如果 只是让你算可持续增长 我们只需要两个指标 一个是权益净利率 一个是什么呀 利润留存率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权益净利率 是用净利润比所有的权益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介绍过 不管是管理用报表 还是传统报表 你不能说改变一下这个模式 就把人家所有者权益变了 所有者权益不变 是吧 所以管理用报表的所有权益 和传统报表的所有权益 是一个数 然后呢 净利润也是啊 你的管理用报表的净利润 和传统报表的净利润 一定是一个数的 既然是一个数 所以权益净利率不变 然后利润留存率 这个 它不受你是管理用报表 还是传统报表的影响 它就是利润里面多少留下来 这也是一个数 所以 无论是根据传统报表 还是管理用报表 我们得到的这个 可持续增长是同一个指标的 但有的时候 它可能会考你这个指标的 这个影响 是吧 比如说 我们后面会讲 那个高增长的措施 让你去求其中某一个指标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什么呢 基于管理用报表啊 你看它同样也是说五个假设 但这五个假设 因为管理用资产负代表 我们是有新的横等式了 就是净经营资产等于 净负代加所有的权益 所以它在考虑这个资产周转的时候呢 用的就不是总资产周转率了 所以它就有一个不同在于 周转率用的指标 用的是净经营资产周转率无变 另外在资本结构这一块 因为它是管理用报表嘛 那它净经营资产等于 净负代加权益 你像我们前面谈的是 希望权益成数不变 是吧 或者资产负代率不变 或者你说产权比率不变 那是传统报表 那我们的管理用报表的资本结构呢 我们用的是什么指标啊 净财物杠杆 是吧 就是净负代和权益比嘛 或者用的是什么呀 就是净经营资产权益成数 净经营资产比上所有的权益 就是权益比动的倒数啊 就净经营资产权益成数 是吧 我们用的是这个指标不变 所以就这两个有一些变化 但其他的营业经历率不变 留存率不变 不发股票或者不回购股票 还是一样的 那么如果基于管理用报表 我们也想去推 是吧 比如说我们先看 如果按照期出权益 那期出权益的四个指标相成 那么哪四个指标呢 营业经历率不变 留存率不变 但是衡量这个资产周转效率的 和资本结构这两个指标呢 我们这个周转率用的是 就是期末的净经营资产周转次数 而权益成数呢 因为它让你根据期出权益算 那是期末净经营资产 期出权益成数 而且呢 这三个一样到 这三个你把它乘起来啊 乘起来以后 那净经营资产约掉了 然后那营业收入也约掉了 就只剩下什么呀 期出权益 本期净利 然后乘上利润留存 就两个相乘了 对吧 那如果根据期末权益来算呢 它也是四个相乘除一减四个 但这四个里头呢 就是把那个资产周转率 要给它变成净经营资产周转率 然后那个权益成数呢 要变成的是 净经营资产权益成数 就都用期末数了 期末的话就四个相乘除一减四个相乘 其中呢 有三个指标的成绩 营业经历率乘上净经营资产资产次数 乘上净经营资产权益成数一成 就是权益经历率 所以大家可以看 别管是传统的报表 还是管理用报表 我们最终都是 两个指标相乘 除一减去两个 就是权益经历率 乘上利润流存率 比上一减权益经历率乘流存率 是吗 所以 我们管理用报表的计算结果 和传统的计算结果是一致的 那现在我们结合一个例子来看 我们告诉你 公司呢 它已经处于可持续增长状态了 你看它故意告你说 2021年初的 净经营资产一千 净付在两百万 然后又告你 2021年的净利润一百万 股利支付率百分之二十 问下你可持续增长率多少 那大家看一下 我们说可持续增长率有两个公式 一个是根据期出权益算 一个是根据期末权益 那其实像这条例题 可能根据期出权益会简单一点 对吧 我们可以两个话都算一下 首先你看 那因为我们是让谈到 如果只是让你算可持续增长 就找到两个指标 一个是杜邦的核心指标 权益经历率 还有一个就是利润留存率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权益经历率的话 你看它这里面给的是七出的 就是七出的所有的权益 我们可以算一下 就是用净经营资产 一千减去净付在两百 我得到七出权益就是八百万 那么如果我想利用这个七出权益 来计算可持续增长的话 那我们这个可持续增长率呢 就是七出权益本期净利 你像我们的本期 2021年净利是一百 那七出的权益多少 八百 所以七出权益本期净利 然后乘上利润留存率 因为股利支付率是百分之二十 所以利润的留存率呢 一减百分之二十 那就是百分之八十 所以那就是把它乘上百分之八十 一成就可以得到我的可持续增长 对吧 所以就简单啊 就是七出权益 这个分母是七出权益 分子是本期净利 这是第一种方法 我根据七出权益算 那第二种 如果我想根据七末权益呢 因为它已经告你 处于可持续增长 说明我们不发股票 那既然不发股票 企业的七末的所有的权益 那就应该等于七出权益 再加上本期增加的流存收益 对吧 那我们这个七出权益 已经算出来是八百了 而利润的留存呢 因为它净利润是一百万 给股东支付百分之二十 是不是留存百分之八十啊 所以本期净利润有多少留下来呢 一百乘上留存率 百分之八十 我可以得到这个增加的留存 对吧 那就是增加八十 那就是八百八十 你可以得到七末权益 那如果你要基于七末权益来算 那我的可持续长力啊 就是两个相乘 除以一减两个相乘 一个是权益经历率 就经历论一百 比上七末的所有权益八百八十 乘上留存率百分之八十 然后再比上一减去 一百除以八百八十 乘以留存率 你可以算一下 这两个结果一定是一样的 对吧 因为它俩可以互相推的嘛 是不是 但是很显然用第一个方法会简单一点 是吧 那当然如果你说老师我不想背那么多 我就只想背 这个就是我们的两个相乘 除以一减两个相乘 但都得要用 就是这个说这个十两七末的权益来算 那你可能就麻烦一点的先求一下七末权益 是吧 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多掌握一种方法 遇到这种故意给你七出权益这种题 那我们就可以简单一点 是吧 那你就记住它就是用七出权益本期经历率成立留存率 是不是 那我们再来看 如果还是要提 跟你改成什么了 我告诉你说呢 给的你是七末进金资产 你看 直接就给的年末进金资产 给的是2021年的净利润 那这一看给的是七末的数据 所以首先我就可以把这个七末的所有的权益得到了 对吧 七末权益我就直接拿进金资产一千 减去进负在两百 我得到我的所有的权益是八百 那么我们这个可治愈挣扎率呢 那就是两个相乘除以一减两个相乘 那么哪两个呢 一个是权益经历率一百除以八百 乘上留存率 我们刚才已经算了百分之八十 分母一减去这两个相乘就可以 那当然如果你说 我想求一下七出权益可不可以 那也可以对吧 那你就是因为你他告诉你说 我们是处于可持续增长 那你就先去求一下七出权益 那我的七出权益怎么来算呢 七出和七末就差了一个增加的这个留存 那实际上那你就说我还得要把怎么办呢 就是说你要把我们这个 七末的所有的权益八百 扣除本期新增的这个留存 那本期增加的留存呢 像我们这要提他就是一百乘上百分之八十 所以他的七出权益应该是只有七百二十 对吧 就七出权益是七百二 加上增加留存才到了七末的八百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求可持续增长率 按照七出权益来算的话 本期准利是100除以七百二十 是吧 就是七出权益本期准利 就准利润是本期的 但是七是准利润 然后直接乘下一个留存率八百八十 那你可以看一下两个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其实两个方法都可以 就是考试用你觉得哪个方便 你觉得哪个公式你自己掌握的更好 你就用哪个就行了 但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用的是这个七出的权益 本期的准利润 那就直接两个相乘 但如果你用的是七末权益 就准利润除以七末权 就要两个相乘除以一减两个相乘 是不是 这是我们对于可持续增长率 它的这个计算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相关的结论 可持续增长率 我们是满足了五个假设 不发股票 而且呢 营业净利率多短率 另外就是有关权益陈数 还有有关这个留存率 不变 是吧 满足五个假设 如果满足五个假设 首先我们说这个 预计的收入增长 就是一般来说考试 它都是给你机器的数据 就比如说我们今年考试 它会给你2021年的数据 那么我们就 首先根据2021年的数据 我们把这个可持续增长率给它得到 对吧 我比如说2021年的权益经历率多少 2021年的利润留存率多少 我给它得到 就是权益经历率乘留存率 比上一减去权益经历乘留存率 对吧 两个相乘除一减两个相乘 我可以把它可持续增长得到 然后它考试它告诉你说 预计2022年啊 我们是不发股票 也不回购股票 而且经营效率 所以财务政策不变 让你预测2022年的收入增长率呢 那我们就会按照你的2021年那个可持续增长率来增长的 而且呢我们预计的这个 因为你想我们预计这个四个指标和你上年是一致 所以你预计的可持续增长率啊 也会和机器的可持续增长率一致 就首先这三个增长率是一样的 而且我们可以拓展 因为你满足了五个假设 资产周转率不变 所以资产的增长 它就等于收入增长 对吧 对吧 我们还假设资本结构不变 那既然资本结构不变 那我们的负债所有者权 你就必须和资产同比增长 是不是 对吧 我们还有一个什么 营业净利率不变 那既然你营业净利率不变 那你的净利润也要和收入同比增长 此外我们还假设 鼓励支付率不变 利润流存率不变 那你的鼓励增长 你的流存的利润的增长 都和收入同比增长 所以就是一系列指标 就不仅仅是收入 包括你的资产负债权 你的净利润 你的鼓励 流用的利润 都会按照上年的可持续增长率来增长 这是首先第一个 是吧 如果满足五个假设的话 那么一系列增长 都会按照上年的可持续增长率来增长 但是如果我们说 我们刚才算这个可持续增长的时候 是利用四个指标 对不对 那么这四个指标里面 只要有一个有变化 因为这四个指标 你从公式来看 它和可持续增长率是同方向变动的 对不对 只要有一个变化 那我的预计的这个可持续增长 包括你的预计的收入增长 它呢就会和上年的可持续增长率是不一样的 因为是同向变动 那就会超过上年的可持续增长 那么如果这四个指标里面有一个或者多个下降 那我的实际的增长率 就是预计的实际增长 包括你的预计的可持续增长 也都会低于上年的 对吧 我们刚才讲了 可持续增长率是四个指标 就是五个假设 对吧 上次还有一个不发股票的 所以其实 如果它考试高 你说四个指标不变 但是我们要发股票了 那么怎么样呢 你这个时候你的实际的增长率 会超过上年的可持续增长 就是你 因为我们说这四个指标 只是影响那个可持续增长率那个指标 那你可以说预计的可持续增长 是等于机器的可持续增长 但是你的实际的收入增长 因为你发股票了 你发股票的话 这样的话也可以支持你的高增长 所以你的这个 消耗的增长率会超过上年的可持续增长率 换句话来说 就是我们的五个假设 这五个假设啊 只要你改变一个 它都会提高我们的这个实际的消耗增长的 所以通过这个结论呢 我们是要得到一个 这个结论 就通过我们前面那个结论 我们上次要建立这样一个思想 就是说 我们这个 这个企业的增长 不是说不能高 或者不能低于可持续增长 因为我们财务管理是管资金的 我们是要考虑啊 这个高增长是需要靠资金支持的 所以我们是要解决呢 就是这个高增长 它所需要的资金的问题 财务问题的资金问题 对吧 那就是这个高增长所需要资金靠什么呢 那就是靠我们 我们讲了刚才的五个假设 你要打破 打破这五个假设 对吧 你可以通过提高资产周转 就用较少的资金占用 支持更多的收入增长去 也可以通过提高营业经历率 这样可以使得你的利润多了 流程多了 对吧 实际上就是通过提高你的经营效率 另外还要考虑改变财务政策 就是我们借更多的钱 提高财务杠杆 或者说是说服股东 少分红多留存 还有呢 可以靠外部资本市场 靠蒸发股票 所以高增长的措施 五个措施很好记 就是打破我们可去增长的五个假设 但有的时候 它考试可能让你定量算 它不是光是问你有哪些措施 它让你去定量来确定 为了支持高增长 究竟 比如说问你发多少股票了 或者借多少债了 或者说我们怎么去提高资源率 怎么去提高 它这个 就是营业经历率 是吧 像这种 如果让你 具体到特定的这个量的数据了 那我们怎么来考虑呢 其实首先大家注意 你看我们在前面给大家推那个可制度增长率的那个公式的时候 就收入增长率可以最终推出来 是受我们这四个指标的影响 对吧 那它实际上只用了三个假设啊 因为我们就是假设资产周转率不变 所以收入增长等于资产增长 然后我们假设资本结构不变 资产增长是等于你的这个所有的权益的增长 又因为不发股票 所以所有的权益增长是增加留存比上我们的期出权益 而增加留存呢 是等于营业收入乘以营业净利率乘以留存率 然后我们又把它分子分母同时乘以一个资产 推出来是那个受四个指标影响的 所以实际上只用了三个假设 就是我们营业净利率改变了 或者说你的这个利润留存率改变了 我们这个收入增长率仍然是可以等于 这四个相乘除以一减四个相乘 但是要注意什么呢 这这个公式是吧 我们说它不会改变 但是它的一个结果 如果你的营业净利率提高了 或作短率提高了 那它的一个收入增长率就不等于上年的了 你如果要想等于上年 你必须五个假设都不变的 对不对 是吧 就是说我们上要保证五个都不变 那么你的预计的收入增长率 那么才会等于上年的可视率增长 但是如果说营业净利率和同存率变了 我们这个公式是没有变 但是呢它这个增长率是不等于上年可追增长 那当然也可以给我们一种 就是等于说一个提示 既然我们说只要是满足三个假设 周转率不变 资本结构不变 不发股票 只要满足三个假设 收入增长率还是可以利用这四个相乘除一减四个相乘 那因此考试它如果要是考我们 我们要实现一个高增长 给了一个高的增长率 然后就问你其他不变 只是问你营业净利率怎么变了 或者留存率怎么变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收入增长去倒求营业净利率和留存率的 但是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说其他的啊 就是说对于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想问你资产周转率怎么变 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改变资本结构 或者说应该怎么蒸发股票 是不能用那个简化的公式推的 就是只有营业净利率和留存率 可以用简化公式推 其他的只能是用原理 对吧 因为你是不是告诉我说 比如说我们考试如果问你 我应该这个借多少债 但是他其他不变 比如说资产周转率不变 那我就根据那些不变的假设去推呗 对吧 你资产周转率不变 那就说明你的资产和收入 也要同比的高增长 是吧 他如果要是告我们说这个 假设我们还不发股票 那你可以得到你的预计的权益了 根据这个 有关他这个预计的这个权益的这种情况 然后再根据他的这些 就是不变的这些假设 那你可以把这个 我的这个负债的这个数额 就可以他推出来 是吧 所以就实际上就说 我们可以利用那些不变去推 我们后面通过举例来说 但这块又有个结论 对于高增长的措施 如果考你定量分析 营业净利率和利润流存率 可以直接套这个简化工事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这个可持续增长率 这一块的这个有关的结论 那你看我们通过前面的讲述 我们是介绍了可持续增长 还有内涵增长 就这两个增长率啊 都是指的是消耗增长 只不过内涵增长是 外部融资为零的收入增长 可持续增长是 不改变经营效率 财务政策 不发股票的那个消耗增长 就他俩有共同点 都指的是收入增长 另外也都不发股票 这是共同的 但是区别在于什么呢 就是内涵增长呢 它其实啊 是基于我们这个销售百分比法 因为我们是推出来的 对吧 我们是利用那个外部融资 占收入增长比 令它为零去推的 那是基于 我们这个百分比法的假设 就是只是假设 基因资产基因负债 占收入比不变 另外他还要考虑什么呀 外部融资为零 就是不仅不发股票 而且也不许借债 就是金融负债为零 我们这个指的是金融负债 因为在我们的百分比法 我们是把经营负债 是作为我们的 这个金融资产的 一个抵减项的 经营负债 是可以增加的 因为随着收入增长 要同比变动的 是吧 那我们只是金融负债为零 是吧 就是金融负债为零 另外呢 就是假设我们的 金融资产率不变 但是可持续增长呢 它是可以借债 它只是不发股票 因为可持续增长 要假设资本结构不变 你想资本结构不变 当我们的这个利润流存增加了 就是你的这个增加流存收益 增加所有的权益了 那你要资本结构不变 那你必须你的金融负债要增加的 是吧 所以它是可以借债的 还有可持续增长呢 我们实际上 不发股票 而且有四个指标 就是我们的这个营业经历率 总散转率 还有这个有关这个 我们的这个 就是利润流存率 是吧 还有这个资本结构的 这个权益陈述 四个指标不变 内含增长率 它只是说 进行经历散转率不变 所以这个假设也是不一样 还有我们计算的这个数据 如果考试让你求内含增长率 我必须有 管理用报表的数据的 可持续增长 没必要的 给我传统报表 我可以算 给我管理用报表 我也可以算 对吧 因为大家看 我们现在我们来看 他们计算公式的区别 如果我们都想用 那个两个相乘 除以一减两个相乘来算 内含增长 我们在前面谈了 它实际上是用净利润 比上什么呀 比上净 经营资产 然后乘上一个利润流存率 对不对 然后除以一减去 这两个相乘 而这个可持续增长呢 我们讲 它都用期末权益 是吧 期末权益来算的话 它是用净利润 比上期末的 所有的权益 对不对 然后乘上 也是层流存率 分母呢 也是一减去两个相乘 所以不同点 就是这个东西 大家看 如果都是两个相乘 除一减两个相乘的话 内含增长率 是把净利润 比上净金资产的 而可持续增长是用净利润比上所有的权益的 所以您可以看到就是内含增长率 是吧 我们必须要基于管理用报表得到净金资产的数据 但是我们的可持续增长呢 别管是传统还是管理用报表 所有的权益是一样的 是不是 而且假设我们比如说你看我们在前面也讲了这个可持续增长 基于管理用报表 我们说四个指标 哪四个指标呢 营业净利率 净金资产资产次数 还有一个净金资产权益陈数 再乘以流存率 那你其实你可以注意到 我们的内含增长率 如果我们给大家讲了 我们说可以有一个扩展公式 是用三个相乘除以一减三个相乘 那你注意到我们的内含增长率和这个基于管理用报表 这个可持续增长相比 就是可持续增长四个相乘 多了一个净金资产权益陈数 是不是 对吧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内含增长率 你看 营业净利率 周转率 就净金资产周转率 还有流存率 那你看我们基于管理用报表 营业净利率 净金资产周转率 然后呢 不仅有流存率 还多了一个净金资产权益陈数 就比内含增长率 多了一个是四个相乘 是吧 所以你看怎么来计它 对吧 如果你用两个相乘除以一减两个相乘 你就记住 可持续增长是拿净利润比所有的权益 当然比的是期末的所有权益 然后成流存 然后再除以一减去两个相乘 但是内含增长呢 它是把净利润比上一个什么呀 期末的净金资产 所以这点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用四个相乘 它是不借金融负债 但是可持续增长 它是要借的 是吧 另外呢 对于指标计算 内含增长是需要利用管理用报表 也就是你必须要先把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编出来 我得有净金资产数据 但是可持续增长怎么样 不需要 对吧 它就是我们管理用报表和传统报表都可以 是不是 我们传统报表也是可以的 然后内含增长率呢 它只是假设什么呀 净金资产占收入比不变 但营业净利率是可以变的呀 所以我们内含增长率的营业净利率可以变 可持续增长 它必须是不变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四个指标都不变 但是内含增长率只是周转率不变 是吧 权益承受可以变 留存率怎么样 它也可以变 我们可持续增长的必须是四个指标都不变 实际上它假设是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一块来看一个例子 你看我们这里面给了这个公司呢 2021年的年末的这个报表的数据 然后它这里面提示我的资产都是经营性的资产的 然后负债这方面比较明显啊 因为我们说金融负债是有息负债 是吧 那么我们需要专门做筹资安排是金融负债 那这里面你看经营负债就是两项 应付职工薪酬应付账款 这是经营负债的 那经营负债你看三加一四 五十万的经营负债的 是吧 然后其他都是金融的负债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提问 我们先看2021年度的收入是四千万 组组税率给的是百分三十 实现的净利润一百分配的股利六十万 先看第一问 他说如果不打算从外部融资 而且要维持2021年的营业净利率 股利支付率和近经营产负债率 让你预测一下销后增长率 那你得知道它是求什么 你看我们无论是内涵增长 还是可持续增长 都让你求收入增长率 但内涵增长率它的前提是 外部融资为零时的销后增长率 这一看不打算从外部融资 让你求收入增长 很显然求的就是内涵增长率 那既然让我求的是内涵增长率 那我们怎么办 你可以用两个相乘除以一减两个相乘 因为它这些都不变嘛 那我们就可以用净利润比上近经营资产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净利润是一百 比上近经营资产 我们的经营资产320 经营负债是50 所以我可以得到我的近 经营资产320减去50 那么可以得到应该是270的净经营资产 对吧 所以100除以270 然后留存率呢 100万的净利润分给股东60 所以利润留存的比率 那就是1减去股利支付率 40%的留存率 所以把它乘以40% 再除以1减去 100除270再乘留存率 就两个相乘除一减两个相乘 对吧 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用我们讲的 就是三个指标的成绩 营业经历率乘上近经营资产资产资产率 再乘上利润留存率 其实是一个道理 对吧 那就是说你 你就看你自己背的公式的情况吧 那我们营业经历率 那是经历率比上一个 小偶收入 那就是相当于100除以4000 营业经历率 乘上近经营资产资产资产率呢 应该是拿营业收入 比上近经营资产270 对吧 留存率呢 40% 你看和这些是不是完全一样啊 跟4000可以约掉的吧 所以一减去三个相乘 都可以 是吧 考试你不管怎么做都行 他看的是结果 所以这样我就可以把这个 收入增长率可以 计算出来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这个 第一小问 那我们现在接着看第二小问 假设我们考试时候 如果给你改了 他告诉我们说公司啊 维持近经营资产资产资产率 就近经营资产资产率不变的 也是不打算外部融资 外部融资为零 但是我们现在预测呢 2022年的营业经历率啊 要提高到6% 然后呢我们这个鼓励支付率呢 要变了 原来是60% 我们要降到50% 让你预测一下我们的消费增长率 那我给大家强调过 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预计的 是吧 一定要预计数 那你既然要预计数 那其实大家看像这种题 我们最好就是用我们这个 影响因素的三个指标 那我们这个内含增长率 它应该是用三个指标 预计的 营业经历率 它给的是6% 乘上一个预计的净金资产周转率 但因为他说净金资产周转率 不变 那我就可以用基数了 是吧 基期的净金资产周转率 净金资产270 收入呢是 4000万 所以我们的这个周转率 就是收入4000除以270 这是净金资产周转率 留存率呢 50% 所以三个相乘再除以1减去三个相乘 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问啊 如果公司想靠内含增长支持 2022年的销后增长率20% 就等于说给了我内含增长率了 是吧 然后呢 不打算从外部融资 公司要维持2021年的营业经历率 净金资产周转率 让你预测一下股理支付率为多少 那实际上就是 给了你内含增长率 让你盗求这个股理支付率 那像这样的话呢 我们上就是内含增长率是20% 然后等于三个相乘 营业经历率 因为它维持2021年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 100除以4000 这是我的营业经历率 对不对 然后呢 再乘上一个净金资产的这个周转率 它也是维持 那就是收入4000 比上我的净金资产270 但是要乘上一个什么呢 我们的流存率 因为让你求股理支付率 比如股理说设备位置数 1减去X 三个相乘 除以1减去的三个相乘 你去解放城就可以了 或者你先把流存率得到 然后1减流存率 就是我的股理支付 我们接着来看第三问 他说如果不打算发股票 维持2021年的营业经历率 股理支付率 周转率和资产负债率 也是让你预计 2022年的消耗增长率 所以当然看他 你得看他让你求什么 我们前面那个是 不打算从外部融资 所以外部融资为零的 收入增长率 能让你求的是内涵增长 而这道题呢 既然是满足了五个假设 不发股票 而且四个指标不变 那因此呢这个收入增长率啊 他就应该是按照上年的 可持续增长率来增长 而可持续增长率呢 其实像这种 如果他只是让我算指标 我们就可以用两个相乘 除以1减去两个相乘 对吧 那我们的权益经历率 就是经历润是100 然后呢所有者权益呢 你像我们这个 所有者权益这三个 对吧 我可以得到他的 所有者权益的是我 应该是192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用 两个相乘 除上1减去两个相乘 权益经历率100 除上192 乘上一个利润留存率 那么留存率呢是40% 因为他分给股东是60万 经历润里面 是吧 然后分母是1减去 这两个相乘就可以 然后股利的增长率呢 因为我们讲 如果满足五个假设 不仅仅是收入 包括你的资产负债 所有的权益 净利润股利 都会按照上年的 可持育量率的增长 所以他就和 这个第一小论的结果 是一样的 是吧 所以这里你看 他让你求的是什么 是可持育增长率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高增长的措施 你看我们通过计算呢 其实我们算出来 他这个可持育量率 是26.32% 那我这里面是 算了四个指标 然后又去四个相乘 除以一减四个 实际上考试的时候 你就可以简单的 就用两个相乘 除以一减两个 就可以了 对吧 那我们这边算四个 是为了给 后面这个高增长 打基础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假设呢 2022年的计划 收入增长 要达到30% 那就很显然是要 超过了上年的 可持育增长 对吧 然后你回答呢 以下互不相关的问题 第一个 如果不打算 外部筹集权益资金 就不发股票 保持财务政策 说明你的股利政策 还有我们的这个 资本经贡政策 都不变 然后资产周转率也不变 那你营业净利率应该多少 那我们刚才给大家强调了 如果考试 让你定量的测算 高增长的措施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 可以利用简化公式的 对吧 因为 它是满足了三个假设的 就只要你满足三个假设 哪三个呢 就是不发股票 另外资产周转率不变 资本结构不变 这三个一定是不能变的 其他的你可以变 那我们现在很显然 他没有发股票 而且他的这个财务政策 也就是我们的资本结构 是没有变的 然后周转率也没变 那像这种题就很简单了 那就是用高增长的30% 令它等于四个指标相乘 是吧 营业净利率位置数 乘上那些不变的四个指标啊 营业净利率乘上资产周转率 就用我们这个不变的 那个上一年的数据啊 那你像我们在前面 周转率已经算出来是12.5 那就是用不变的12.5周转率 营业净利率乘周转率 还有乘上什么呢 权益陈数 权益陈数也是用 它这个不变的 那就1.6667 然后再乘上留存率 留存率它也不变啊 留存率是40% 所以四个相乘 除以1减去四个相乘 你去倒求x就可以 对吧 那么同理大家再看 他如果问的是 其他都不变 只是股力支付率变了 我们刚才给大家强调 那这个时候也可以用简化的公式 对吧 只有营业净利率和股力支付率 这两个指标 让你去量化的去高增长 你可以用那个简化公式 因为其他不变嘛 就是满足了不发股票 资本结构不变 还有我们这个 有关周转率不变的假设 是吧 所以你看也是四个相乘 除以1减4个 这个留存率是未知数 解方程就可以得到 是吧 但是大家看 如果这道题变了 我问的是资产周转率 应该怎么变 那这个时候你绝对不可以说 30%等于4个相乘 除以1减4个相乘 然后倒求周转率 那个绝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资产周转率一旦变 收入的增长 是不等于资产增长的 那个公式是推不出来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让我们求这个高增长措施的时候 你就利用那些不变的假设 去推就完了 对吧 他问你资产周转率达到多少 你就想 首先我要会算资产周转率吧 应该是拿我们的营业收入 就是2022年的营业收入 比上2022年的这个资产吧 那分子的收入好说 因为他的收入要增长30% 那这个就可以直接拿机器的收入 这个收入 机器收入是已知的 我们说4000万对吧 你把4000万给我乘个 1加上30% 不就可以了吗 这样就可以得到你的预计的收入 但关键是分母的资产 那这个分母的资产怎么算呢 那考试的时候 你就看那些不变的指标里面 有没有和资产有关系的 那你想我们这里面 财务政策不变里面 有一个就是资本结构 权益层数不变对不对 那既然权益层数不变 那我们就这个权益层数 它是和资产有关系啊 资产比上所有的权益不变 说明它还是等于我们 机器的权益层数 我们前面的权益层数 算的结果是1.667 对不对 那你就既然它是不变的 那就说还是等于1.6667 那资产 某二年资产 除以某二年权益 还要等于不变的1.6667 那如果能够有所有的权益 那这个资产不就好办吗 而这个所有的权益 大家看考试只要告你说 不发股票 那我的所有的权益 就等于什么呀 就等于机器权益 就是拿你这个某一年的 所有的权益 像我们知道立体前面讲 是192对吧 你要给我加上一个增加留存的 对吧 因为不发股票嘛 所以所有者权益的预计权就等于 机器权益加上增加留存 而增加留存就简单了 你就使得被好多的公式 我们就统一用那个公式 就是营业收入乘以营业经历率 乘上这个留存率 对不对 那就是用我们的预计的收入 因为机器的收入是4000 那预计的收入 4000乘以1加30% 就是我的预计收入 对不对 乘上一个营业经历率 它是不变啊 还是我们机器的那个营业经历率 就是那个100除以4000 那个数 对吧 营业经历率 然后乘上留存率也是不变啊 还是40% 所以这样是不是可以把增加留存 就可以得到啊 那么你增加留存有了 所有的权益有了 现在就差资产了 那么我们资产就是 一点的留存率乘上权益 所以就可以得到 所以就利用不变的那些假设 去推就可以了 对吧 那我们再来过一下 他如果这道题 他问的是 其他都不变 问的是资产负债率该怎么办 你还是这样 就是说首先 资产负债率这个指标 你绝对不可以 用那个简化公式去 倒求权益成数来求负债率 那不对的 但是我们可以利用 那些其他不变的假设 就资产负债率是用资产 负债除以资产 相当于就是 我要有某二年的负债 我要有某二年的资产 那你就看那些不变的假设 里面有没有和资产有关系的呀 你想经营效率不变 里面有资产周转率不变 既然资产周转率不变 说明资产和收入同比增长吧 所以这某二年资产 就可以拿某一年的资产 你就给我直接乘上一个 一加上销售收入增长率 就可以得到 而负债怎么来算呢 因为它实际上就是想要你 求这个负债的数 我们一般来说 在这种负债 你就倒求了呗 对吧 因为你不发股票嘛 既然不发股票 所以我们的某二年的 所有的权益 我是可以得到的 是利用某一年的 所有的权益 加个增加留存的 而增加留存 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 就是用预计收入 乘以营业经历率 乘以留存率 还是那一套 和前面一样 对吧 所以你这个 某一年权益有了 增加留存 可以用收入乘经历率 乘留存率可以得到 所以所有的权益有了 那你负债呢 资产减去 权益不就是负债吗 是吧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 就是利用那些不变的假设 我就可以把这个有关资产 给它算出来 是吧 所以那么预计权益呢 我们实际上是 因为不发股票嘛 其中权益加增加留存 可以得到你的 预计的所有的权益 那么资产减去权益 就是你的负债 是吧 那我们再接着看啊 如果他考试考的说 四个指标都不变 我们想靠发股票 来支持高增长 那你需要增发多少股票 那其实这个反而很简单了 因为你想我们既然 资产周转了又不变 所以资产的增长 是等于收入的增长 如果因为资本结构不变 那么所有的权益增长 要和资产增长是一样 就是所有的权益 也得增长30% 对不对 那既然所有的权益 要增长30% 那我增加的所有的权益 我就可以拿机器的 某一年的这个就是 我们相当于把这个机器 就是2021年的这个机器的 所有的权益啊 你直接给我乘个收入增长率 我就能够得到增加的权益 像我们这要提供 192乘以30% 就是增加权益 然后你再考虑增加所有的权益 有两种渠道 一个是靠外部 从外部发股票 还有一个靠什么呀 内部 靠我的内部留存 那我内部留存的计算 还是我们刚才讲的呀 用预计收入 就是预计的这个收入 我们是4000乘以加30% 对吧 乘上营业净利率 100比上4000这个 再乘上利润留存率 这些都不变嘛 所以这个内部留存我就可以得到 那既然内部留存你有了 你需要从外部发的股票 是不是到几呀 是吧 其实这个前面都算 你可以直接把它超过来就行了 所以从外部要发的股票 就是你总的增加权益 扣除内部留存不够的 就从外部发股票 这事实上就是我们谈谈 高增长的定量的这个确定 是吧 就利用那些不变的价格去推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第二章的内容呢 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